在相亲软件上真的不能太装逼,一旦忍不住后果严重,这天好极有阿杰气势汹汹地推开寝室门。 气死了气死了,怎么了? 原来同寝室的二狗丁丁纷纷脱单,还嘲笑阿杰是个万年不变的单身狗。 阿杰气得不行,我安慰他说,这有什么?现在网上交友软件这么多,线下不行你就试试线上的呗。 阿杰便听从我的建议注册了一个交友软件,他的个人介绍是这么写的。 180大帅哥,风趣幽默,会骑马。 我看后便笑他,阿杰,你别装逼了,你什么时候会骑马了? 别想瞧人,等我骑马的时候,你就知道有多帅了。 我们都没想到,这个简介会给阿杰带来大麻烦。 又过了半个月,这天早上,阿杰起床后就拿着镜子使劲而臭眉,我咋去说? 怎么,你是要去约会了? 阿杰喝了一口桌上的饮料说,这次你还真猜对了,还记得半个月前,我下载的铅首APP吗? 上面有个妹子对我很注意,今天我们约好了,去骑马。 说完,阿杰就出去了,黄昏,阿杰终于回来了,带着一身的臭味,我吓了一跳。 阿杰,你这是怎么了? 阿杰看着我,突然嚎啕大哭起来。 我今天真的丢死人了。 原来阿杰真的和妹子去骑马了,但问题就出在他早上喝的那口饮料,那瓶饮料是他上周买的,应该早就过期了。 刚开始和妹子骑马的时候,阿杰的肚子就一直呼呼作响。 起初阿杰并没有放在心上,只是一直想要放屁。 于是他一边骑马,一边放屁,带着侥幸心里穿越了大半个草原。 然而阿杰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肚子,骑了十分钟后,阿杰终于忍不住了。 可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,哪里有能让他上厕所的地方? 就这样,阿杰一边哭,一边拉,整片草原都环绕着他的哭声。 马儿出了也吓坏了,跑得更快了,马儿跑得更快,阿杰搭的也就更快了。 回了寝室后,阿杰边哭边打开,牵手APP,带着怨气把自己为骑马的剪片删掉了。 阿杰就这样消沉了一个月,终于啃出寝室门了,让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, 晚上他回来的时候,笑盈盈的在寝室大声宣布。 我跟上次那个一起骑马的女孩儿在一起了。 我们都惊呆了,阿杰一边打开,牵手APP,一边笑着说。 他说,我有个法柄在他手上,以后让我做啥,我就只能做啥。 我凑过去一看,只见阿杰重新编辑了他的个人介绍。 180大帅哥,风趣幽默,贵骑马,已有女友。 最后一个人提到他的发送地催的第一步 won。 谢谢观看